是不是怕怀孕 放心 如果真的怀上小宝宝了 你要是不想要 我们可以不要 我叫你是你的人 不是宝宝 不是的 如果真的有小宝宝了 我会让他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因为 他是你和我的宝贝 好 都听你的 如果是男孩 我们父子俩保护你 如果是女孩 我就把你们两个当公主宠 不过有一点 我的心里 你是排在第一位的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太早了 对 事已有点早了 我们就顺其自然吧 说完这件事情 安小暖便开始 大快躲移地吃着饺子 怎么没有看见阮西啊 他有事出去了 快吃吧 早饭吃完以后 叶明爵便带着安小暖 准备出去带着他玩 没想到 刚要出门 就碰到韩依晨几个人过来 你们过来干什么 当然是过来找你们玩啊 没有看到我和我老婆 准备出去吗 大过年的 我们一起去呗 再说了 昨天晚上的烟花 可都是我们的功劳 你这是打算过河拆桥吗 怎么 不是去找你的夜酒了吗 他呀 一路上不知道跟咱们炫耀多少次了 都说夜酒啊 吃了他做的饺子 我想我乐意 那丽川 那就祝你早日报的美人归咯 瞧瞧瞧瞧 哎呀 还是嫂子对我好 既然这样了 咱们一起出去放松放松吧 好久都没有放松了 去打高尔夫 要不要过去 好啊 我还没有去过呢 几个人一拍即合 开车去安德鲁公司旗下的高尔夫球场 嫂子 你的好闺蜜 怎么没有跟你在一起 安小暖听到喝水的动作一顿 转头似笑非笑地看着安德鲁 嫂子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安德鲁 你怎么这么关心我家秦威 哪 哪有 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而已 哦 秦威最近相亲呢 什么 相亲 喊什么 对啊 你怎么这么激动 我哪里激动了 我一向都是这样的呀 哦 秦威跟我说还不错 想要试着先相处一下 就他那样的 就是一个男人婆 谁会看上他呀 那没有办法 人家可是软氏集团的继承人